今天我們這個課程就是說作業跟課程解說的部分大概就是到這裡告一段落 那下一次的作業以及那個Google Classroom已經可以看得到了 就是P減定 我就是一次讓大家認識三種常見的P減定 那我就是 就是下次P減定的時候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是把那個電子書的範例反過來做 我這裡你們這裡會下載到的都是那個線性模型版的P減定 那你們回去就搭配這個電子書的 這個電子書我就沒有編修內容 因為它整個等於是說我要重新去講 那每一個P減定 我是都會把連續資料版的跟等級資料版的一起來做的 來讓大家來學習 所以就是會按照這種那個線性模型的這種方式去認識這個各種的P減定 那你們要做就是說 從這個回歸分析的報表中去認識這些T減定是要怎麼做 它的那個報告要怎麼去解決 運用今天我們對這個相關跟回歸的重新認識 然後來去認識這個P減定 OK 好 那我這個錄影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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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